考试不及格的学生 被史密老师留下单独指导 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鬼灭学院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这天 封击委员善逸 在校门口例行检查 他注意到人群中有很多不舍校规的学生 但是他又不好过多阻止 因为那样会让他惹上麻烦 善逸抱怨封击委员这份差事 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背后突然传来了探子狼打招呼的声音 善逸回头一看 眼里只有可爱的迷豆子 迷豆子是鬼灭学院初二 芋头般的学生 喜欢咬着法棍面包 平时都会和哥哥一起来上学 善逸赞叹 迷豆子今天也很可爱啊 就像是花仙子下凡了一样 他开心的飞了起来 一大早就能看到迷豆子可爱的脸 所有的苦差事都是值得的嘛 探子狼看着很开心的善逸说 嗯 你还是和往常一样吗 什么 探子狼以为善逸今天会更紧张的 善逸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来 今天大家的神色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哦 探子狼表示 当然了 因为今天是公布其中考试成绩的日子 而善逸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这次考试的平均分是88分 如果低于44分就算不及格了 要进行补习和补考 班上的同学们都在为自己祈祷一定要过啊 数学老师实名开始按照学号发试卷 第一个被教导的就是善逸 善逸心想平均分子这么高 果然大家都在努力的学习啊 虽然自己的数学不怎么样 但是也不会不及格吧 可是当他看到自己值得了38分时 瞬间就被打脸了 滚去补习吧 放学后 善逸被留下来补习 崩溃的大哭 看着狼安慰他 这种事也不需要哭成这样吧 吵死了 你根本不懂我现在的感受 完蛋了 为什么是数学不及格 我是个笨蛋吧 探子狼觉得 史密老师一定是很吓人吧 探子狼给善逸打气 既然都这样了 你还是好好补习通过补考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善逸听完探子狼的话 平静了许多 他问探子狼考的怎么样 探子狼非常自豪地说道 我可和善逸不一样 没有临时抱佛脚 不要说得这么过分啊 你不是告诉我 因为要帮家里 你也没时间学习吗 果然是个骗子 善逸 这是需要你每天积累的 老师教得非常简单易懂 所以你每天好好预习复习 最后的成绩肯定是这样的 说着探子狼拿出 自己考了46分的试卷 善逸勒住探子狼的脖子吐槽道 什么 就这 你不也是钢鸡哥吗 还好意思说我 这时高二花锦般的香奈呼学姐 来找探子狼问他 要不要一起回去 笔豆子已经在外面等了很久了 而他今天也没有社团活动 探子狼一秒就做出了选择 抛下善逸和香奈呼一起回家 善逸急忙叫住探子狼 喂 你等等啊 别走 善逸 你还要补习吧 拜拜 加油哦 我会祝福你的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这个尖色妄有的混蛋 丢下我和美女说说笑笑 我要诅咒你祖孙十八代全部都涂头 这时突然有人打开了教室的门 原来是高二三交班的春田 他没想到山一居然也要补习 看到春田坐下来 山一也非常的惊讶 什么 没想到连春田也 春田解释 自己是因为考试时身体不舒服才没考好 真是太不走运了 山一没想到这次补习 居然是全年级一起的 春田表示 毕竟一个年级才三个班了 看到山一 春田就放心了 还好自己不是唯一一个不及格的人 等等 一只住呢 别告诉我 他也及格了 不 当然不可能及格啊 他只考了两分 但是他不肯留下来补习 因为今天是他婆婆 昨天妇罗的日子 就算是断手断脚 他也要回家的 放学后他就飞快地跑了 春田觉得不可思议 一只住真的好勇啊 居然敢逃十米老师的课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走廊上 全然不知的春田和山一还在聊天 我希望是我搞错了 来的是教生物的香奈慧老师就好了 超受欢迎的香奈慧老师 想想都觉得很棒啊 他一定会说 山一军 接下来我们来解恋爱方程式吧 你这个妄想游离离谱啊老弟 这时 框的一声 门就被踢开了 两人大吃一惊 十米老师拖着被捆成粽子的一只住走进了教室 都到齐了吧 你们这些笨蛋 敢刮我的坑 做好下地狱的决心吧 准备好了没 说完就把课本重重的摔在了讲桌上 山一和春田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 看着被抓回来 还在口吐白沫的一只住 二人窃窃私欲道 一只住好惨啊 肯定是十米老师去校门口抓回来的吧 十米老师听见二人还在说悄悄话 气得破口大骂 还在那说什么 给我站起来 一分钟之内换好运动服到操场上集合 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 两人吓得赶紧换好衣服去到了操场 十米老师开始补习数学 很简单 只要做完400张试卷 今天就可以回去了 春田觉得先不考虑400这个数量 这些只是普通的数学试题吧 他认为这要是时间够 还是可以做完的 山一则举手表示 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老师 可是十米老师并没有理睬他 而是狠狠地踹了春田一脚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给我跑起来哦 师卷要边跑边坐啊 不然你们以为换运动服是要干什么的 山一很无语 边跑边坐也太乱来了吧 春田也在控诉 没有桌子要怎么写啊 你们可以带着桌子一起跑 可怜的一只猪正在亲自示范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没得商量 在普通的教室里上课都考不及格的家伙们 就应该对你们来点狠的 既然脑容量不够的话 那就用鸡肉吧 用鸡肉记住公事吧 赶紧跑起来 你们这群笨蛋 在十米老师的怒吼下 山一和春田开始边跑边坐 不要啊 原来这就是老师说的 来自地狱的考验 探知狼 救救我 而这时 探知狼正在悠闲地和美女们喝着珍珠奶茶 当然也不可能听到山一的呼救了 山一只好自求多福了 虽然做好了觉悟 但这也太阴间了吧 十米和医用老师 果然是学校里最疯狂的老师啊 所以这才不是普通的练习啊 他在前面的一只猪回头问道 文艺穿戏 你们谁的脑子好用一点啊 春田很气愤 一只猪把自己的名字都记错了 山一回答 那应该是春田吧 于是一只猪让春田坐到他的桌子上来 这样他就能带着他一起跑了 作为交换 春田要帮一只猪做诗卷 春田听后大为震惊 一只猪表示 这是最快的方法了 因为他真的解不开这些题啊 他可是连X都不认识的人啊 他想赶紧结束补习 回家吃天赋罗了 为此要他跑多久都可以 但是诗卷他是真的不会 只能求助春田了 春田虽然觉得这个题很扯 但是还是答应了 于是新的学习组合诞生了 最强大脑春田 加最快引擎一只猪 春田刚搭上一只猪的顺风车 就被十米老师一脚给踹飞了 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惜啊 靠别人解题 不就是没有意义了吗 这可不是游戏 山一抱怨 为什么连自己也要被踢啊 一次出抱头痛哭 因为天赋罗啊 别哭了 哭也没用 不跑步就来玩猪鬼游戏吧 我给你们三十秒时间跑 被我抓住的话 就多加十张试卷 三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赢的游戏啊 你们三个之中 只要有一个 十分钟内没有被我抓住 所有人的试卷都减去五十张 补习也将在教室里进行 三人为了能在教室里补习 开始拼命奔跑 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行 我们是有机会的 没错 另外两个人可以帮助妨碍十米老师 山一 在我们之中 你是跑得最快的 你来当活着的那个吧 不 这停上去像是低于难度啊 春天表示 现在没时间计划那么多了 因为三十秒已过 十米老师已经开始追人了 春天首先留下来阻挡十米老师 十米一下子就抓到了春天 并甩了十张试卷给他 可春天却突然偷袭 抓住十米的手臂 一只猪配合的给了一记野猪头锤 给三一创造了逃跑的时间 快跑啊 文艺 我叫三一啊 别再叫我文艺了 这是你们的策略吧 但是别低估了数学啊 你们这些笨蛋 说着十米就跳起来了 给了他俩一个诗卷压顶 春天吐槽 这件事和数学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他们要做那么多数学题 就永远都不能回家了 所以三一加油啊 十米解决完他俩后 开始狂追三一 三一心想 一定不能让他们的牺牲白白浪费 必须不顾一切代价逃跑 可他回头一看 十米老师已经追到他身后了 也太快了吧 春天紧张的说道 完了 他要被抓住了 三一看着飞舞在空中的诗卷 灵光一线 有了 他右脚蓄力一跃而起 用诗卷做踏板 逃上了教学楼的六楼 春天和一只猪欢呼 好耶 在那里待上十分钟就成了 十米老师待在原地 看着三一说了一句 还不错嘛 三一顺利的逃脱了 补习也在教室里进行 最终他们三人也都成功通过了补考 因为一对一辅导时的十米老师 讲解得非常的耐心和易懂 让他们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 春天再也不想挂科第二次了 上完课后 一只猪回家已经很晚了 奶奶一直等到他回来 才见天妇罗 一只猪真幸福啊 而十米老师却还在办公室为大家批改试卷呢 真是个好老师啊 好了 鬼面词人学院物语第二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敬请期待吧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